信件的部分其實說真的還是我們比較正式的工作的一個主要溝通方式 你用社群的軟體雖然方便但是 交代工作比較正式工作我們通常還是不會用這個 那個是比較緊急或者是比較臨時性的 用這樣溝通比較即時 但是Email部分還主要 那現在各位平常 在收信的時候應該都會發現 你在收信 你看我們在這邊 比如說我進到我的郵件裡面 這不是我常用的信箱所以給你看沒關係 來你看一下平常我們在收信的話 你大部分看到都是像這樣子對不對 就是標題 沒錯吧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兩封 比較顯眼的 有沒有 這已經火燒屁股了 趕快做 有沒有 有沒有加個小圖 對不對 你可以用啊 這樣子因為我現在我會發現我偶爾會收到這一種 那你就覺得說這個看起來 跟我們一般的信件就比較醒目 而且生活比較雲快一點 因為每次那個公文的看起來都是 感覺起來 壓力比較重 所以你可以試試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你可以找看看喔 我有寫一篇文章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叫 這個叫做什麼 日文叫繪文字 就是我們講的表情符號 確實是日本人 發明的 那 他 以前是用在手機上的 手機上 那其實我們上面也可以用 來我們就找一個來看一下 你看我進到這個 這個要怎麼唸比較好 這個 Emoji 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唸比較好 雖然有學過日文 但是早就還給老師了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你要什麼樣的符號 然後呢你就直接把它複製起來就好 就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 他可以用在什麼 我們的標題上面 標題上 當然 信件內容 信件內容 也可以 那 這個部分呢 我看一下 他快出來了 他在這邊弄的時候我先在這邊寫個文章 好收件者我自己 好 我看一下 往下 還沒有出來 有 出來了 有沒有很多圖 對不對 各位要來點下午茶嗎 兩點的 你要什麼水果 今天冰淇淫好嗎 好你看一下我就把它Copy一下囉 有沒有我選好了就把它複製起來 我就回到我的郵件 把它貼上 然後我再挑一個西瓜 乾脆一起來好了 這樣會不會看完就不用 就這封信就不用看了 我先貼一下 好傳送 自己寄給自己 會馬上收到 哇 看到這封信就很難 拒絕他對不對 哈 這封信這樣來了 你很難拒絕吧 你不要種的釣魚 我們公家機關都會一段時間不是有資安演練嗎 有釣魚 可是這樣子你有沒有發現 可以讓你的枯燥的 信箱裡面好像 有點生氣 對不對 有沒有簡單 所以其實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你可以 參考看看 因為 社群軟體的我們不用講 你會用很多 可是就是在正式的 那個 信件上面 我們比較少用這個 你就找到適合的 人家不會覺得說 不成大禮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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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